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可以将一个在T空间的一个函数 透过Laplace Transform 把它变成为S空间的一个函数 所以在T空间我们就用小的英文字来代表这个函数 在S空间就用大的英文字呢 大写的英文字来代表这个函数 当中Transform呢就很简单 符号可以写成这样子 就等于你在FT的前面乘上Exponential-ST 对T积分从0积到无穷大 这里面有几个要求 第一件事情 FT本身增加的速度 绝对绝对不可以比前面Exponential-ST增加的速度来得快 OK绝对不行 它一定要比前面这个增加速度慢 那这个时候积分呢 你才会得到一个有效的积分 OK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有几个呢 大家很熟悉的 我们把它写在这边 E呢 昨天算过了 转换完就变了S分之一 T呢 转换完变了S平方分之一 T的N次方 N属于整数哦 它会等于N的阶层 除以S的N加一次方 OK这一条呢 我们是给大家回家当做作业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要是有一个Exponential-AT 转换完变成S减掉A1分之一 假设我们一个Hypercosine-AT 它会变成S除以S平方减掉A平方 Hypercosine-AT 会变成A除以S平方减掉A平方 好 继续写下来 假设是Cosine-Omega-T 它会写成Omega除以S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 Sine-Omega-T 会等于 好 抱歉 这是S Cosine-S Sine-A是Omega S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 假如说你 现在给的是一个 打个比方 Exponential-AT 乘上一个Cosine-Omega-T 好 那就相当 同样是Cosine-Omega-T 只不过S呢 换成为S减掉A OK 同理 假设你再来一次 做Sine 那上面就是Omega-A 因为Omega不需要变成S减 Omega-A OK 这是我们昨天所学到的 这是Shifting 然后呢 我们还学到什么东西 我们还学到了一个 微分 你怎么样把它转换过去的 对不对 微分 那微分的话 先讲一下这个 这个指的是说 S 这个 S Shifting OK 它指的是这样子 假设有一个函数 FT 你前面乘上Exponential-AT之后 然后对它做Laplace 这个呢 这个呢 自动就变成为F 这个本来直接就直接转换 F要转换在FS 只不过现在S变成S减A OK 那反向操作也依然 OK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还交到一个微分 Derivative Derivative 假设我们一个函数 一接微分 之后取Laplace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它会等于它自己 没有微分之前的 取Laplace 前面乘上个S 然后再减掉 没有微分之前的 这个函数呢 放在0的这个位置 那么假设呢 你是两次方微分 那你就要重复 这个动作啦 它就会变成怎么样 你没有微分之前的 Laplace 前面乘上S平方 再减掉 F在0 没有微分之前 在0的位置 前面乘上S 再减掉 F 把它做一次微分之后 放在0的位置 OK 好 就这样 我们昨天还有上什么东西 差不多了吧 是不是就上到这个地方 差不多 好 那我们就继续下来 那今天我们来看 积分的部分 OK 积分 OK 我们假设呢 F T呢 Is a Peacewise Continuous 的function OK 什么时候呢 当T一定要大一点一点 而且呢 F T的增加量 小于 小于 这个的减少量 OK 我用这种符号来 来表示 OK 这样子我就不用写很多字了 FT的增加量 小于 ST的 Exponential 某一个时间T 这个就是积分嘛 然后呢 你对它取Laplace 它会等于什么呢 它会等于S分之一 再乘上 F 这个函数 自己本身的Laplace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 当然 反向操作就是说 假设你看到一个 反向的Laplace 它反向的对象 可以写成S分之一 乘上一个什么函数 你所熟悉的S函数 那么 它就可以转换回来 变成为 0到T F T OK 它就可以这个样 好 这个非常容易解决 我们先直接来 来做个计算 Prove it 好 那我们先看看 第一个 我们要求的 这一件事情 能不能达成 那事实上是我们 头一次的证明 因为上次我们 还没有证明这一项 透过这边的证明呢 我们会得到一个 简单的形式 然后我们从这个形式 再来证明 我们下面这个equation 好 我们先看看 我们先设定一件事情 你的这个积分 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是 这个积分 在你还没有做 任何事情之前 我把这个积分的绝对值 先这样子讲 这个积分呢 我就把它想成 它就是G of T G完了 就是G of T OK 然后呢 我对它取个绝对值 到底还是要相等啊 对不对 好 那这个绝对值呢 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 假设我把这个绝对值啊 从外面摆到 这个积分里面 比如说你这个函数 可能有正有负 有正有负 你一积分 就变成你算它的面积 有正面积 有负面积 加加减减 变成某个数值 假设我不管3721 把这个呢 绝对直接就放在里面 那它所有的负责通 都变正的 那积起来的面积呢 就变成正的面积 所以一定会比它大 所以呢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 对不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很很基本 然后再来一个 我们说这个的增加量 绝对要比它的减少量 来的少 小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一件事情 Ftau的本身呢 我们可以写成啊 它小一点 某一个数值 乘上exponential Ktau 这是增加嘛 随着tau的增加而增加 K呢就牵涉到 它增加的速度的快慢 M就牵涉到 它放大的倍率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还是要小于 exponential-st 一定要这样子 的特性 才是我们前面 讲的这句话 那么这样一来 就代表这个东西呢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它又要小于等于 好 我直接过来 小于等于M 成像exponential这个东西 那M的话 我就直接把它提出来了 M是等于某个常数 对不对 OK 你这个做完了 结果了 一积分 最后等于M 除以K 好来 那我们来看看 到了这边之后呢 你会变成 exponential-Ktau Kt 减掉E OK 那这个呢 无论如何 一定要小于等于M 除以K exponential-Kt 当然K呢 一定要大于0 对不对 好 也就是说 什么时候呢 这个时候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要大于他 也就是说 S一定要大于K 那从这里面 你就看得到了 假设我们有个S 大于K的 那么也就代表说 我的这个减少量 一定会比他这个来得大 那么减少了快 比这个增加了 还要快 那这整个的数字呢 的 这个 Laplace transform呢 就变得有意义了 好 那我们现在 开始来做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什么东西呢 各位看看 G 我们把眼光 放在这个地方 G呢 事实上 就是我们这个G分 所以你要求的 就是这个G的Laplace 对不对 我们要求的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要先从个地方 来看看 G是这样子 那G的一次方微分 是不是就等于FT 对不对 因为基本上是 F的积分嘛 所以把它微分完 就变成没有积分 就变成他自己了 OK 所以我这个时候呢 我先来做一次 Laplace 谁呢 F 他的Laplace 那他的Laplace 是不是就等于 G Plant的 Laplace 那GPlant是什么 微分呢 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抄下来 它会等于 G没有微分之前的 微分 的那个Laplace 对不对 没有微分之前呢 就是G嘛 前面乘上S 减掉G没有微分之前呢 放在零的位置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但是从这边就告诉我们 G是什么东西 G是F的积分啊 假设G零呢 意思就代表T带成零 就代表你做个积分 是从零积分到零 那你有没有积到面积 没有嘛 从零积到零是什么 就是零啊 这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只剩下这一项 假设你仔细看这一项是什么 这项不就是G的Laplace吗 G是谁 这个积分啊 这积分的Laplace 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求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那这样一来呢 它又等于零 所以这个目标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的 再称上S分之一 或者是你喜欢的话 把它写成为 要等于什么 S分之一 F 的Laplace 就算完了 马上就出来 对不对 很简单啊 很简单 OK 好我们来看 记个例子 假设你现在算完了 你得到一个呢 S 乘上S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分之一 你要对它做inverse 你要对它做inverse 等于什么 OK 第二个 假设呢 你现在要做的是一个 S平方 它又会等于什么 OK 我们想要知道一下 OK 假设呢 我们要是仔细看的话 这个告诉我们说 对一个积分 对一个inverse 假设你看到 后面有个你很熟悉的 前面乘上S分之一 转换过去就变成它的积分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 可不可以把它想成inverse S分之一乘上Omega 可不可以这样子 可以啊 因为我们这边本来就是S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呢 很快速的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FS呢 会是什么东西 就是后面这一项 所以呢 FS呢 就等于S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 分之一 OK 它的inverse会变成什么 变成里面这个 原来 转换 原来的 转换到时空 那T空间的积分 所以它会变成为 0到T Ftau Dtau 会变成这样子 也就是我们要问说 Ftau 等于什么东西 就是说Tu 我只是放在积分里面 我把它写成Tu而已 OK 那我怎么把这个转换过来 那就开始 对表了 它分母是S平方 加Omega平方 谁有这样子的东西 这边 对不对 只是有个差别 它上面都有东西 它没有 对不对 那我说 那我们就把它整理一下 我可不可以 把它变成一个Fs 就是S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分之Omega 我可不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 假设变成这个样子的话 前面呢 是不是要变成 那假设要这样子的话 就代表 这个呢 就要写成怎么样 Omega除以S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 那我们这边就 S Omega分之一 是不是 就变成这样子 那这样Omega刚刚可以消掉 那Omega是什么 常数 常数啊 常数可以提出来 对不对 那现在就简单了 那这个就会变成什么 Omega分之一 这是常数 后面这个会等于 里面后面这一项 转换完之后 因为这个转换过来 Ftau 会变成Sine OmegaT 现在就变成T 它是不是就变成 0到T Sine Omega T D T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个会变成什么 把它变成OmegaT 所以变成Omega平方 Sine变cos Sine基本变成负的cos 所以负的 cos Omega T 0到T T带进去就是它 0带进去就是 1 对不对 所以你会得到 我们把它换成正的数目 OK 0带进去变成1 但是是负的 负负又得正 就变成1 减掉 Cosine OmegaT 我们就转换完了 我们将我们的这个东西呢 直接的 就把它转换过来 那这个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怎么办 这个是否可以把它更进一步写成 S分之1 S S平方再加上Omega平方分之1 可以吧 我把后面这个叫做Fs 大的Fs 所以呢 它就会变成 这个大的Fs 转换成为 T空间之后的积分 对不对 所以它会变成为 变成为0到T 什么东西呢 这个转换到10空间 转换到T空间 转换过来之后 对T的 对T的积分 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已经算完了 这个就在这边 是不是就变成0到T Omega平方 1减掉Cosine OmegaT 的底套 对不对 T把它换成T就可以了 就好了嘛 所以呢 Omega平方分之1不动 1的积分就是T 摆进来就是T嘛 减掉Cosine的 所以Omega分之1 Cosine积分变Sine 所以负号不变 Sine的OmegaT 0到T 会变成这样 T带进去就是T 0带进去 Sine就等于0 所以它最后会变成为 Omega平方分之1 T 减掉 Omega分之1的Sine OmegaT 转换完了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将这个积分 稍微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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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假设我们 转换一个积分 会变成S分之1 没有积分的 那个函数的 Laplace转换 当然相反呢 我就不写了 OK 那这个 我们就学起来 学到这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 做一两个题目 来看看我们要怎么做 好不好 好 我将这边呢 整个擦掉 然后我开始来 写那个题目 OK 假设我们有一个 VM方程式讲 OK 请解这个VM方程 这一看呢 你就说 感觉上蛮好解的 对不对 只要这个RT知道了 就可以解得出来 就应该蛮好解的 因为呢 RT呢 因为这是 Non-linear的嘛 那假设 你就要先算 linear的部分 这是Non-homogeneous 那你就先算 homogeneous部分 然后它等于0 那前面就只是 个常数的 而且VM方程而已 很容易解嘛 一下就把它解出来 对不对 那之后呢 再看看RT 是什么形式 我们再去猜它嘛 假设简单猜得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的那个猜的方式 来预估 它到底是长得怎么样 然后就把它算出来 就好了 对不对 那最后面呢 再把这个 Boundary Condition 带进去呢 我们就可以啊 接得它上面的 每一个习俗 想到底是什么 但是今天呢 我们要用什么 Laplace来做 OK Laplace来做呢 你就会发觉 它的做法呢 跟先前的做法 大大的不一样 第一个 Y呢 是什么东西 Y T 那它的一次方 微分 那 这样子写 Y呢 是Y Of T 所以对它取Laplace 就变成大Y Of S 我们就写Y好了 大Y就是指在S空间的 然后呢 你现在呢 上面好多微分啊 好来 先对第一个微分 第一个微分 会等于什么 F'微分会变成 F在没有微分之前的Laplace Y的Laplace 就是它嘛 就是大Y 乘上个S 减掉 没有微分之前的 时间等于0 Y0是什么 就是K0嘛 是不是 所以它是不是可以写成为 好再来 再微分一次 之后去Laplace 会是什么 没有微分之前的Laplace 所以也是Y 乘上S平方 减掉 S乘上 没有微分之前 在0的位置 没有微分之前 就是没有微分的Y 在0的位置 就是K0 减掉 没有微分之 不是 头一次微分 一次放微分之后 让T等于0 一次放微分 让T等于0 就等于K1 是不是这三个都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 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简单 我们把第一个式子 去Laplace 这一曲的时候 前面的这个Laplace 就是它 所以会是什么 S平方 大Y 减掉SK0 减掉K1 再加上 A乘上 Y plan 的Laplace SY 好 这个时候呢 不要忘掉 我们刚开始 我们的位置数是谁 我们要求的位置数是谁 YT 现在转换到Y空 S空间来 位置数是谁 大Y 所以它是位置数 你要求的是大Y 好 整理一下 把跟大Y有关系 通通放在左边 你就变成S平方 再加上AS 再加上B 乘上大Y 跟大Y没关系 通通把它丢到右边去 第一个就是RS 对不对 现在不知道它是什么而已 然后其他这些通通都丢过来 加上SK0 加上K1 加上AK0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将一来呢 Y是不是就可以解得到了 或者等于这大串RS K0有两个 所以A加上S的K0 再加上K1 除以S平方 再加上AS 再加上B 就是了 那你剩下的 是要把它转换回去就好 所以 Y 等于 Inverse LaPlus 谁呢 大Y 所以就等于Inverse 后面这一长串 只是因为大 RS 这个RT 我还没有给你们 所以你们不晓得 它转换完是什么 但基本上你们有发觉 我从这边一直算下来 我有算到Win方程吗 我有去解它吗 好像没有解它嘛 对不对 因为我把它一个Win方程 从T的空间 直接转换到S空间 当它转换过来之后 它竟然变成一个代数 简单到不得了的代数 Y马上就解出来 那剩下一个你要有能力 把它转换回去就解决了 OK 是不是很简单 好 我们现在来举一个 简单一点的例子 然后我们真正的来算一下 没关系 谢谢人 谢谢 pagilah 我没关系 有一点 请算机 我介绍一下 客观看 高 larva OK 請求上面的Y OK 請求上面的Y 很好解嘛 對不對 要是按照以前 我們就先讓T等於0 變成Homogenius 10 然後先解前面 前面的很好解一下 就可以解出來了 那你就解到一個 Channel Solution 之後再去解Particular Solution 解完之後呢 三個統統加起來 做先進排列組合 你就得到它的Complete Solution 然後再把Boundary Condition 整個丟進去 把上面的位置的係數 通通把它算完了 答案就跑出來了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用什麼 用Lapas的方式 第一個 我們要先將它 轉換到S空間 Step 1 我在這邊寫 第一個步驟 我們要將T空間 轉換到S空間 所以轉換過去的時候 Y的Double Plung 就類似這邊 它可以變成為 S平方乘上大Y 減掉S乘上這個E 那它就是E了 再減掉E 這是第一個 減掉Y Y呢 轉換過去就是大Y 要等於T T的轉換過去變成什麼 在這兒 S平方的S平方分子 已經做完了 馬上就變成一個很簡單的代數 對不對 Step 2 So Y 把Y解出來 我們看這邊有什麼Y 這邊大Y有S減1 S平方減1乘上大Y 等於S平方減1 然後這兩個E過來 加上S加上E 所以大Y 立刻就可以算得到 大Y呢 S平方減1的 S平方分子1 再加上S 再加上E OK 我們就發揮 我們部分分子的工 部分分子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S平方分子-1 加上S平方減1分子1 再加上S減1分子1 OK 你就部分分子把它換回來 Step 3 我們現在呢 從S空間再轉回T空間 也就是我們要做 Inverse Laplace 對誰做 大Y 所以Inverse Laplace 對誰做 對後面的這幾個 對不對 因為Laplace是線性函數嘛 所以很快的 你就可以把它這個 分別做的對象是這樣 對不對 好 查表一下 第一個 S平方分子1 有 這邊有 所以轉換過來 就變成T 負T 加上 加上S平方減1分子1 哪邊有這種 這種東西 是減的 有有有有 這沒有減 假設什麼1 1的平方還是1 所以上面是1 對不對 所以是換成這種hypersine 所以hypersine T 因為A等於1 後面這個 S減1分子1 S減1分子1是什麼東西 啊 在這兒 S減1分子1 A是1就好 就變成exponential T 這個 就是我們YT 好 答案算到了 簡單吧 什麼正規的步驟都沒做 答案就跑出來了 因為 當我們把它轉換到S空間的時候 事情就變得簡單許多了 對不對 就變成一個代數 你現在只是要搞清楚 部分分子怎麼把它展開來 展開成 你可以湊成 你可以找得到東西的 的內容 就好了 看起來很不錯對不對 這個解法有沒有比以前簡單很多 簡單非常非常的多 OK 好 我們再看一題好不好 再看一題 OK 好 我們來解它 一樣用三個步驟 Step 1 從T空間把它轉換到S空間 這個直接做就可以了 第一個Y的Double Plung 微分 Y的Double Plung S平方 乘上 它自己的 沒有微分之前的Laplace 就是Y 減掉 S 乘上 沒有微分之前 設定為0 沒有微分之前 設定為0的地方 就0.16 所以0.16 S 我把它顛倒一下 OK 好 這是第一個 還有一個 減掉 F 沒有微分 一四方微分之後 讓它設定為0 一四方微分 設定為0 就是0嘛 那就沒有了 再加上 一四方微分 一四方微分 S 乘上 沒有微分之前的Laplace 就是Y的Laplace 就是大Y 減掉 沒有微分之前 在0的位置的值 0.16 加上A 大Y 等於0 多簡單啊 Step 2 Solve Y 把Y算出來 跟Y有關係 有S平方 加上S 加上A 乘上Y 不不不 那個是A還是9 抱歉 那個是9 OK 寫太短了 變成A了 把它拉長一點 OK 變成9 然後呢 不等於的 通通把它放到右邊去 跟Y沒關係 這邊有一個 0.16S 這個一過去 再加上0.16 對不對 所以Y呢 大家都有0.16 0.16把它提出來 好不好 除以 下面呢 S平方 再加上S 再加上9 Step 3 把S空間 轉回T空間 那這Step 3 寫在右邊 好了 好 現在你怎麼解這個東西 怎麼弄 這就要一點點技巧了 這叫一點點技巧 要測試的再測試 OK 重點是下面這個要分成什麼東西 雖然說93的平方 但是好像沒辦法這樣做 對不對 那要怎麼做 有人就下去湊啊 好厲害 所以說需要一點功夫 他湊完之後 他變成這樣一個東西 他可以幫他寫成這樣 那要是這樣子的話呢 他馬上就可以 這樣子整理 0.16 S加二分之一 除以 S加二分之一的平方 再加上 根號 四分之三十五的平方 加上 0.08 1 那我當然不好 意了 我上面把它弄成為 等一下 好吧 根號 三十五 四分之三十五 除以 S加二分之一的平方 再加上 根號 四分之三十五的平方 但因為這邊根本就沒有一個這個東西 所以我要除掉 對不對 然後你現在剩下的就是 這個的反向 以及這個的反向 什麼東西的平方 加什麼東西的平方 變成第一個的數值 或什麼東西的平方 加什麼東西的平方 變成後面的數值 這個好像是什麼 Psycosine 但問題是S呢 你那麼S里面有加個什麼東西 就相當於好像這個一樣 這是S 減掉什麼東西 假設是這樣 就變成cosine的expansion at 那這個A呢 在那邊就屬於負的二分之一嘛 Omega就等於開根號了 那個四分之三十五 對不對 我們拿表對一對啊 變成expansion 負二分之T 乘上cosine OmegaT 加上 0.08 還要除以後面這個 0.08 除以 根號 四分之三十五 乘上expansion 負二分之T Sine 根號 四分之三十五 四分之三十五 算完了 懶得真理了 把它靠在這邊 這樣就可以了 那平常我們在解VN方程的時候 我們之前解的呢 其實都很簡單 簡單的部分是說 我們這邊呢 非 nonhomogeneous 這邊的這個像 都很simple 要嘛就是等於0 要嘛就等於一個簡單的 Powers 的極數 或者是Sine 或cosine 或exponent 就是這麼簡單的 但是呢 真實的狀況 未必如此 尤其當我們在講到 我們一個線路的時候 或講到 比如說一個鞦韆 你怎麼知道 你後面推的 風推的這個力量 每次就是 剛好是Sine 或cosine呢 不會突然間 有個東西撞你一下嗎 突然間有個東西 摇汗你一下嗎 當然有可能啊 對個電路而言 你輸入的訊號 難道只有Sine 跟cosine嗎 那這樣子 你的收音機打開來 只有嗯 一個聲音 你會聽嗎 當然不可能啊 它一定有各樣的訊號要進去 那那時候怎麼辦 那那時候就雞飛狗跳啊 你不曉得這個式子怎麼寫 右邊這個式子怎麼寫 我們既然發現說 Laplace的powerful 它可以把它轉換到一個 代數的問題而已 那假如說我們能夠找到一個簡單的工具 能夠把這邊很複雜的現象分解成 我們可以用Laplace很簡單處理的 那不是很棒嗎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把更複雜的問題都要解決了 要不然的話 這邊我只要隨便寫個什麼東西啊 大家就解不出來 就不曉得應該怎麼辦了 坐在這邊乾淡眼而已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它的好處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來介紹呢 我們將會用到很多的 GIG function OK 我們要講一個叫Step Function 另外一個是T Shifting 看到T Shifting 好像我看過一個什麼Shifting 有啊 位移的嘛 對不對 這邊有個S位移的 那那邊就要變成T位移 所以我們本來是說我們這個東西是在一個T空間跟S空間當中的交換 當然我這個T未必是代表真的是T的 你可以是X的 是什麼管它的 反正你不管是把它什麼空間把它轉換到S空間就對了 OK 那我們來看看這道理是什麼 OK 好我們來定義一個 什麼叫Step Function Step Function是這樣子 有個Function 我正以為Step Function T減掉A 它是什麼意思呢 當你T比A來得小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它是0 T要是大於A呢 它就是1 就是這個意思 或者是大於等於A叫做1 簡而言之 畫起來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這邊是F of X 這邊是T 它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假設你A是在這個地方 A之前呢 通通都是0 到A的時候跳起來 大小變成1 這個叫Step Function 為什麼要用Step Function 有的東西呢 比如說好了 我有你小孩子在那邊盪鞦韆 就我也不是一直的跟著他 他推 我推我總是站在這個地方 推一下 然後就沒有推了 對不對 等他換過來 我再推一下 假設你這樣PUS 一個一個出去了 你告訴我 你用什麼Function來描述它 那不是 不曉得應該怎麼描述呢 對不對 但是我可以用Step Function來描述它 比如說呢 假如說我現在是一個 一個Function是這個樣子 那我怎麼來描述它 我描述它的方式很簡單 第一個 我設定一個 這種Step Function 然後剪掉 另外一個Step Function 剪嘛 剪的意思就正的變成Food 那0還是0啊 我剪掉 我再加上 一個副的 事實上就是把它剪掉 這畫得不太好 低一點 那是不是後面這邊 震的跟副的 剛剛互相抵消掉 就變0啊 這個就跑出來了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 從哪個地方開始 從到什麼地方 管你的 你就自己去排列組合吧 就可以把你的問題啊 都把它排列出來 那就很棒 知道嗎 好 那它 要是有這個特性的話 那它的Laplace會變成什麼 Laplace不是 你原來的函數 前面乘上Exponential-St 對T積分 從0積到無窮大嘛 對不對 它是這個樣子的意思 好 那既然是 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呢 把它做個變數變換 好不好 變數變換 因為這邊是T-A嘛 對不對 但是 也不用做變數變換 反正它前面都是0啊 只有在T大於等於A開始的 這個時候 它才是1 那我這個整個的積分 是不是可以寫成為 1開始 它是從A開始 抱歉 A開始 一直到無窮圓 X-St 在這段區間裡面 它是1 所以乘上1 就這樣子啊 那這樣 容易不容易積分 很容易積分啊 這一積分會變成什麼 負的S分之一的Exponential-St 從A到無窮大 無窮大一帶進去 0 因為Exponential-的無窮大 就是0 A帶進去 就Exponential-SA啊 是不是它就變成為 然後再負負得正 S分之一的Exponential-AT 對不對 不不不 負SA 負AS好了 就這樣子啊 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我們這邊呢 再來寫下Step Function Step Function定義 所以Step Function 就是這樣子 這個沒有問題吧 好 再來一個 Time Shifting 我看看這個完了之後 是不是有很多立體 Yeah 這個完之後 我們就開始要做立體了 今天可能就 通通都在做立體 立體做完了 我們就下課 我們就剩下 兩個部分要講 OK 現在是T Shifting 它的意思是這樣子的 我把眼鏡戴起來 這個部分才太小了 好 假設呢 我們有個函數 F T-A 乘上U的T-A OK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函數代表什麼意思 T小於0的時候 因為U等於0嘛 所以就沒有 對不對 T小於A T要是大於A呢 它就是E啊 所以就變成F的T-A 對不對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我們把這個的叫做 F T的一個小小的秋影 在上面 OK 那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F T-A F T-A 我看看 它的Transform 它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Transform 會等於Exponential-AS 乘上FS OK 它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Wer FS 其實是F的Laplace OK 好 我們來證明一下 是可以這樣子做的 OK 是可以這樣子 那我證明之前 我先把結果 操在這邊 T Shifting 好了 有個函數 F T-A 乘上U的T-A 我們對它做Laplace 它會等於什麼 Exponential的AS 四方 是不是ExponentialAS 負的AS 負的AS 乘上FS OK OK 我們來看看一下 OK 我們先看看一件事情 Exponential-AS 的FS 是什麼意思 它指的是 Exponential-AS 大F呢 是小F 轉換過來的 小F呢 是F-Tau 前面乘上 Exponential-S-Tau D-Tau 從0积分到 無雄大 這個是它的Laplace 那我現在呢 一看呢 你看看 這裡面的积分 都是對T积分嘛 只是我先把它 写成Tau而已 對不對 写成T好不好 其實無所謂 OK 你要把它写成T 也是可以 但基本上 你發覺 它积分的对象 是對Tau 积分 這邊有沒有Tau 沒有Tau 所以它放在外面 放在裡面 是等價的 我就把它搬進去 搬進去的時候呢 這邊變成Exponential 負的A加Tau的Tau F-Tau的Tau 對不對 我可以做成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現在呢 做個變成A的A加Tau 做個變數變化 做個變數變換 這裡面有A加Tau OK 有A加Tau 我現在呢 Lin呢 A加Tau 叫做T好了 那其它這邊 都是Tau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代表Tau 就等於T 减掉A 對不對 我把它丟進去 丟進去的話 等号写在这边 它就变成 Exponential 负 ST OK我这两个颠倒一下 后面呢 FT 减掉 Tau 对不对 我看看 对 Ftau就是T减A 抱歉 T减掉A 然后要底套啦 底套呢 这个权威分 因为A是常数嘛 是不是就变成底T 所以底套啊 跟底T一样 0到 所以这边是T T是从0 本来是套 才是从0到无穷大 所以T就变成0的时候 它是变成A 所以这边呢 不能够是0 这边要写成A 变成到无穷大 对不对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要是这个东西呢 我们现在呢 想办法再把它改良一下 因为我们Laplace 是从0G到无穷大 而不是从AG到无穷大 我能不能把它扩充到 0G到无穷大 0 G到无穷大 我怎么扩充 我要加入前面的一段 假如加入了前面一段 0到A的这段 通常都是0 那加进来就对了 Alright 怎么让它加进来是0 那后面又不变 对 你乘上个Step Function 你把这个东西 乘上一个Step Function 它从A开始变成E E就是它嘛 A之前通常都是0 0就不见啊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 对不对 你看这个是一个函数 就相当于说 我画在这边 我画在这边 你有一个函数呢 从这一点开始 才有意义 假设它是这样 那我现在要积分 刚刚的积分是从A 积到无穷大 你算的是下面这个面积 但是假设我们要用 Laplace Transform 你必须从A开始积 那你怎么办 简单啊 我乘上一个东西 乘上这个函数 因为这边是1嘛 1乘上任何东西 还是它 这边是0 我管你前面有没有东西 我乘上0 通通都是0 然后我从这边开始算 面积算到这边 因为这两个成绩完之后 你得到的曲线 跟原来一模一样啊 一样啊 你算的面积 从这边开始算 算到无穷远 还是一样是这边的面积 对不对 所以解决了嘛 但是你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就是 我们感兴趣的这个函数吗 你把一个函数 乘上一个Step Function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 只是在T大于A的时候 才开始生效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感兴趣的 对不对 它这个东西的 The Laplace Transform 就可以变成它 那是不是这句话 就是这个意思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不了解也没关系 我们现在呢 开始做几个例子 各位就会开始慢慢了解 第一个例子 先教大家 怎么用Step Function 建构一些东西 假设有个函数 它是这样 二 T跟 二分之一T平方 Cosin T 假设是这样 我们先画画看好不好 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 T 好 第一个 零到一当中呢 它都是二 假设二在这边 我也不晓得后面是多少 不行不行不行 后面因为有Cosin T Cosin T是震荡的 都很小 假设二在这边 一 然后第二个是二分之π 二分之π 三点一四一六 除以二是多少 三点一四一六 一点五七 一点五七 一点六 大概在这边 在这当中呢 它就随着二分之一的T平方前进 所以当T等于一的时候呢 是等于二分之一 这边是二嘛 对不对 一一嘛 二分之一 所以它这个时候是从二分之一开始 然后一直跑 跑到一点五七 就二分之π的平方 就变成四分之π平方 π平方大概就是十 OK 三点一四六 剩下差不多就是十 所以四乘二变成八分之十 八分之十是多少 四分之五 四分之五是多少 一点二五 一点二五 大概在这边 OK 哇 惨了 好 没关系 再来 大于二分之π之后就变cosT的 cos二分之π多少 零呢 对不对 这是二分之π嘛 二分之π再过来 这边是π 所以这边是零啊 然后这个是负一 对不对 这个要负一 然后过去又是正 所以它就开始形成一个 cos的 然后这边就一路上去了 OK 等等了 然后就这样一直正过去 好 这个呢 这个ft 那我们怎么来描述它 怎么来描述它 最简单的办法 最笨的办法 一段一段描述 我先描述一个 只有这一段了 前后都是零 再描述另外一段是 前后都是零 只有中间是这样 再描述一段是 这个前面都是零 后面整个都有 然后把三段加起来 就是它了 对不对 这是最简单的意义 所以我们就开始分了 这叫sectionA sectionB sectionC 好 sectionA sectionA呢 它的大小是2 从0开始到1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先前 有做过一个嘛 你要是把一个函数 是这样子的 再加上另外一个函数是 这样子的 结果就等于一个 这样子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的就是说 有这个之后 看看这高度多少 因为这边的高度都是1而已嘛 所以高度要是n就乘以n嘛 2就乘以2嘛 所以相当于我们这边的高度是2 是不是2 要乘上 第一个step function 它从0的地方要跳上去 是不是ut 减掉 到这边要掉下来了 对不对 OK 解决了 sectionB 一样 我们要给它一段是这个 但这个高度呢 由这个方式来乘上它 因为反正它是1嘛 所以是不是1分之1 t平方 它从哪边开始 它从1开始 到哪边结束 到2分之拍结束 第二段结束 再第三段 第三段呢 它是cos OK 它是cos 所以呢 我们的做法就很简单 cos t 乘上什么 u的 t 减掉2分之拍 就好了 后面就一路下去了 因为后面都是followcos而已 我们只要把这三个相加就好 所以ft 就可以变成为 第一个是2 ut t减掉u的t减1 加上 2分之t平方的 u t减1减掉u的t减2分之拍 再加上cos t的u t减2分之拍 整理一下就好了吗 ut有谁 只有2 t减1有谁 有这两个 这是负2 这是正的 干脆我们把正的写在前面 对不对 cos t减掉2分之拍 我们就把正的写在前面 cos t减掉2分之 t平方 ut减2分之拍 ut减掉2分之拍 结束了嘛 对不对 ft是不是已经描述完了 很容易啊 那我们要做 最重要是要把它取 laplace 变成什么 2ut 那是不是相当于2 乘上u的 ut的laplace u的laplace s分之1 exponential 负as 当a等于0的时候 就是ut嘛 a等于0的时候 这边变成1 是不是变成s分之1 再加上前面的 这相当于一个函数 某个ft 对不对 这个是u的t减1 所以假设我们 运用这个式子 u t减a 乘上f 也要t减a才对啊 那我希望也是t减1啊 对不对 这样子的函数才对 管它的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exponential as 负s 负a就是 t减a的a就是这个 那这边是t减1 那当然就1啦 1t 1个s 乘上f s f是指ft的这个函数 没有在减a的状态下面 那事实上就是整个嘛 对不对 是这样子吗 好像不是哦 应该在这 因为这个要等于f减1嘛 所以实际上的 没有减1的那个是要怎么样 加回去 对不对 减1之后变成这样子嘛 不减的时候呢 1 alright 有没有问题 我没有弄错 还是没有弄错 我怎么整理起来的结果 跟这边绣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哦 一样啦 一样啦 我这次写法不同而已 OK 我们再看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这个fs 你记不记得 fs是什么 fs是ft plus 之后才得到fs 所以 你要去计算这fs 就是前面要ft 而不是ft减a 知道吗 你要把这个a 把它弄回去变ft 那因为这边后面是u的t减1嘛 前面这个一定要f的t减1 但下面的laplus呢 必须要没有减1的这个 它减完1之后才变ft2啊 那不减1之前是什么 那当然就ft1啊 了解我意思吗 不懂啊 你看看 这个地方 它指的是什么东西 假设我就这样子写啊 它是等于 这样子这样子 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对 好 我们把它展开来比较简单 2分之t平方 减掉2的u的t减1 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为 2分之t平方 u的t减1 减掉2的u的t减1 对不对 所以你对它取laplus 就相当于对分别取laplus 所以后面这个laplus很快嘛 负2 u的t减1 就是 会等于s分之1的exponential exponential a等于1嘛 负s 后面这个马上知道 前面的这个呢 就变成为 我看看 我们要把它变成 t减1的函数 我们要把它变成 t减1的函数 所以你现在是 2分之t平方 可以变成多少 假设t减1的平方 会变成什么 2分之t平方 所以它会有 假设我这样子 它会有t平方 2分之t平方 就是它了 那其他通通都要把它cancel掉 会有一个 负2t 负2t 对不对 这个会变成t平方 减掉2t 加上1嘛 负2t除以2 就变成负t 那我们一定要把它加回来 因为这边负的 要加回来才会是0 这边2分之1 要减掉2分之1 对不对 但我希望 通通把它换成为 t减掉1的函数 那是不是更激进一步 会变成为 加上t减1 这么减1后面就加1了 加1又减掉2分之1 就变成正了2分之1 对不对 所以相当于 我这个呢 相当于三个项 1 2 3 第一个 2分之1提出来 Laplace t减掉1的平方 u的t减1 加上这个 Laplace t减1乘上u的t减1 最后再加上2分之1 2分之1提出来 Laplace的u的t减1 对不对 因为后面要乘上这个 这个了解吗 因为你要知道哦 这一边前面的这个 是指t减掉1的函数 但后面这个 却是t的函数 你要变数变换 把它变回来 变成t的变数 OK 那这样一来呢 这个保留OK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继续算下来 那我们呢 这是第二项嘛 对不对 再抄一次 第二项是什么东西 2分之1平方 减掉2 u的t减1 好 等于这几项 第一项 2分之1 Laplace的这个 所以呢 它会变成为 exponential 根据我们右边 最下面的那个式子 右边倒数第二项 那个式子 t减会变成 exponential 负S 因为A等于1 因为A等于1 然后要怎么样 这么t减1的平方 要把它变成为 t的平方 的Laplace t的平方在哪里 在这边 t的平方 会变成S的 平方加1 变成S的三次方 分之2的阶层 第一项 加上第二项 下面这一项 t减1 u t减1 u t减1 就是exponential 负S 对不对 那t减1 就变成t t的Laplace 变成什么 S平方分之1 因为左边的表格 告诉我们 再加上 2分之1 Laplace u的t减1 u的t减1 的Laplace 变成S分之1 乘上 exponential 哦不对 这不是2分之1 这是2 这是这一项 OK 好 整理一下 大家都有exponential 负S 2的阶层就是2 2跟2 小调 t的三次方 分之1 哦 这个是负2 加上2分之1 负了2分之4 变成负了2分之3 S分之1 OK 第二个就算出来了 对不对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不要这样子写 我应该就是整个 抄进去就对了 就把它抄一遍 管它3 7 21 先把它抄一遍 再加上 Laplace 后面这一大串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已经算完 第一个 OK了 第二个也算完了 下面就在算第二个 现在再把第三个 算完就可以了 对不对 第三个把它算完就可以 第三个 我们来算算看 第三个是Laplace Cosine T 减掉2分之 T平方 U的 T减掉2分之π 所以我们必须 要把它换成一个函数 是F的 T减掉2分之π 要写成 这种变数的形式 它变数是 T减掉2分之π 现在这边变数是T 我们怎么把它弄成 T减掉2分之π呢 一样化糊涂 我们先看看 Cosine 假设我现在把它变成为 T减掉2分之π 会变成什么东西 Cosine T减掉2分之π 是什么 不行了 应该是说 Cosine T 会变成什么 Sine的T减2分之π 这个才对 对不对 这样子我就可以把CosineT 用SineT减2分之π来代替 第二个 2分之T平方 可以写成什么 当然就2分之1的T减掉 这边是2分之π的平方 然后看看多出来什么 然后再把它扣掉 OK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 T平方 减掉 πT 再加上4分之π平方 对不对 前面有2分之1嘛 OK 除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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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8 所以第一项呢 已经是它了 所以后面这两项 一定要把它扣掉 加上 2分之π的T 再减掉 8分之π平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继续写下来 但是呢 这边2分之π的T 我们要写成T减掉2分之π 所以假设我把它写成 2分之π 乘上T减掉2分之π 这会是什么 这会有一项是 2分之π乘上T 再减掉 4分之π平方 既然你多减掉这个 我要把你加回来 然后最后这项呢 只是常数项而已 OK 所以这整个会变成 2分之1 T减掉2分之π的平方 再加上2分之π 乘上T减掉2分之π 最后呢 变下 8分之2 变成8分之1 8分之π平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整个的就会变成了 Laplace 记住我这整个东西呢 这两个相减 这个 减掉这个 再乘上u 是不是会变成为 sin T减掉2分之π 减掉2分之1的 T减掉2分之π的平方 加上2分之π的 T减掉2分之π 加上8分之π平方 再乘上u的 T减掉2分之π 整个的 再来做Laplace 对不对 那第一个就是sine 乘上u 假设有个函数 来把它拉过来一点 距离就比较近 u t减到a 前面乘上f t减到a的 Laplace 会等于这样子 所以这边就有第一个 sine的这个 乘上这个 所以它Laplace 会等于第一个 exponential 负 t减到2分之π a就是2分之π 2分之πs 大家都有嘛 所以我先把它提出来 乘上fs fs是当f 为t的变数的时候 这边呢 sine本来是t减到2分之π的变数 现在把它变成sine分之t 告诉我 sinet的 的转弯是什么 在这边 只是omega等于1而已 所以它变成s平方 再加上1的平方 分之1 减掉 2分之1 2分之1呢 一样这个部分呢 跟它乘起来的结果 已经是多出来的这个了 exponential负为s 所以这个大家都一样 后面这个呢 又把它转换成为t的平方 t的平方是什么 在这边 那平方就变成s的2加1 变成s三四方分之2阶层 对不对 再加上2分之π 因为这是常数 t减掉2π 这边是平方 这边是一次方 一次方就是它嘛 s平方分之1 再加上 8分之π平方 8分之π平方是常数吧 所以本来这个东西的 变起来是 等于s分之1的 exponential负为s exponential负为s 我已经提在前面了 所以后面少一个s分之1 我把它补进来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呢 这个也算出来了 所以我们最后解决是怎么样 这一个 加上 这一个 加上 这一个 就把它抄一遍吧 两倍的s分之1 加上 上面的这个 再加上 接层跟2消掉 OK 我们就把它转换完毕 有问题吗 OK 看起来好像蛮复杂的 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蛮复杂 但事实上还好 OK 事实上还好 那事实上呢 你看看一件事情 它的做法呢 整个的做法 它几乎是等于这个样子的 怎么讲呢 我把这个擦掉 假设 我有一个 Laplace呢 是不对等的 这是FT 你看刚刚凑了很多 就想办法把FT凑成为 T减到A的函数 我们直接过来 会变成什么 很简单 你把 这个T呢 直接用T减A带进去 哦 抱歉 这个是Laplace 用T加上A 把它带进去 就可以了 就好像这一项一样 你看看 我们这边的做法 都想个办法 去凑它 比如说这个要凑成 T减1的函数 所以凑起来就变成 哇 这么一大项 或者是很直觉的 你把T直接写成为 T加1 T加1 就是二分之 T加1的平方 减掉2 是不是也可以变成它呢 你去做做看 T减1吧 我看看 OK 应该可以 没错 各位回家试试看 OK 那这样子一来呢 你就会很好做 好 你现在看起来 好像换 换这个FT 换得很麻烦 但是你要知道 你不这样换的时候啊 假设有个偏温 有个温方整 就右边等于这个 你告诉我你怎么解 你偷偷里没办法解 但是这边呢 它告诉你 我只要可以把它换成为 S空间的 我就可以经过代数运算 最后把它转换回来 就好了 我先给大家看